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全球建设成为了国家的意思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 让我们明白了 我们每个人 对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的重要作用 正如大型船舶一样 它是由数十个 乃至上百个小的分段组成的 每一个分段的装汉 质量对于船舶最终的合拢完工 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那么什么是船体分段 船体分段都有哪些类型 分段又是如何装汉的呢 通过这节课的学习 同学们会对这三个问题 有一个清晰的答案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 什么是分段 分段是由零件和部件 按照生产设计图纸 经过装配 焊接等工序 而制成的船体局部结构物 是船体建造过程中的重要单元体 那么它有哪些类型呢 按分段外形特征 大致可分为平面分段 曲面分段 半立体分段 立体分段和总段 平面分段 是平纸板列上装有骨材的 单层平面板架 比如舱臂分段 舱口微臂分段 平台甲板分段 平行中体处的旋侧分段等等 曲面分段 曲面板列上装有骨材的单层曲面板架 比如单底分段 甲板分段 旋侧分段等等 半立体分段 是两层或两层以上板架所组成的非封闭分段 或者是单层板架带有一列 会以其成交角的板架所构成的分段 比如带舱臂的甲板分段 带旋侧的甲板槽型分段 甲板式分段等等 立体分段是两层或两层以上的板架 所组成的封闭分段 分段是由平面板架所组成的非环形立体分段 比如双层底分段 双层悬侧分段 边水舱分段 首尾立体段等等 总段是船体沿船长方向划分 其深度和宽度等于划分处行深或行宽的环形立体分段 比如首尾兼舱总段 上层建筑总段等等 分段装汉工作量 平均要占整个船体装汉作业量的35%左右 所以选择一个良好的分段制造方法 对于完成船体建造工作量 是一个十分重要的 它是完成船体建造计划的关键 由于船体分段的结构形式 以及各工厂的设备条件不同 各种制造方法也各不相同 下面我们来具体看一下分段的不同装汉方法 第一种分类方式是按照构架的组装形式来划分的 可以分为分离装汉法、重航法和框架法三种 首先是分离装配法 分段经过拼装焊接后 按照工作图要求 进行铺板构架跨线 把纵材和横向构架分离后各自安装 根据交错节点的结构形式 通常先装纵材 定位后再安装横向构架 组成了格子形的结构 然后转入焊接工序 集中焊接 这种方法的优点是装配焊接效率高 纵横构架的装配误差 在焊接前容易调整 生产管理比较方便 装配和焊接工序互不交错 也便于劳动力的调配 适用于分段制造工位固定作业者的流动生产管理体系 当然它也有一定的缺点 那就是由于构架组成的格子形结构后 纵材不能采用连续的自动搅焊机进行高效率焊接 而只能采用重力焊和手工焊等方法 所以造成工作量集中而周期较长 纵横法是分段铺板焊接经过化线以后 先安装纵材必进行连续自动搅焊接 然后再进行横构架的安装和焊接 纵材的装焊效率高 这是本方法的优点 但是仲材的间距、脚尺度和定位时的精度要求高 如果横构架上的切口加工精度低 会造成焊缝缝隙过大或装配作业的困难 如果采用加补板的节点型形式 会增加构架焊接工作量 在技术装备和作业水平不太高的情况下 一般不易采用 框架法指的是分段铺板焊接和化线在分段制造场地上进行的 而构架在专用组装平台上制造 经过仲材和横骨架的中组装 将框架装焊成一个整体后 吊上分段进行安装和焊接 这种方法最大的优点是 充分减少了分段制造工序上的工作量 使分段和部件装焊工作复合相对均衡 有效的缩短了分段制造周期 它的缺点是 要求有一个水平高度较高的框架制作平台 来提高框架的组装精度 在框架部件制作时 可以实施有效的精度管理 这就要求有较高的作业和管理水平 它是提高平面型分段制造工作效率的好方法 第二种分类方式 是按照分段装配时的状态分类 主要有正造法、反造法、侧造法、握造法四类 对于全体首尾部分分段来说 它们都带有曲面外板 制造时一般采用正造法 也就是分段处于正态位置 以外板为机面 在胎架上铺板焊接和画线后 构架在上面安装和焊接 这种方法的优点是 外板的主焊缝是辅慰作业 不仅工作效率高 而且焊接工的劳动条件好 但是它的缺点是支撑曲面的外板 需要制造专用的台架 或者支柱式通用台架 辅助材料相对来说毫量较大 同样在构架装配时 会因为外板对接缝的焊接变形 而增加额外的零件边缘修割工作量 对于某些立体和半立体分段来说 除了曲线型壳板外 还有平台、甲板和内地板等平面结构件 这类分段会以它的平面结构作为基准 进行分段制造 这时的分段处于反转状态 也就是第二类方法 反照法 它的优点是以平面构件作为机面 在通用平台上可以制造 省去了制作正照线型的 胎架的材料和工作量 而在平板上进行构件的画像和装焊工作 效率比较高 反照法时 外板是以构架为基准进行的 单件贴装的 为了使外板主焊缝和封底焊缝 都在辅慰进行焊接 分段需要进行三次翻身 比正照法增加了一次翻身作业量 如果外板养焊 或整体拼焊后安装 可以进行一次翻身 总的分段制造 经济效益比正照法高 所以各船厂广泛采用反照法 来进行分段的建照工作 侧照法 是对于传播首尾柱分段 和舵结构等形式尖销的分段来说 一般采用以传中心线平面为基面 而制造外板线型台架 这种方法可以达到控制焊接变形 和提高分段完工精度的目的 最后一种方法 握照法 常应用在船尾大型立体分段上 这类分段的曲面外板曲率较小 安装工作难度相对较高 特别是伪立体分段的 剁轴中心线的几个精度高 允许的偏差值小 所以往往采用以隔壁为基准面 进行安装工作 这种方法的优点是 简化了胎架的制造工作 构件安装定位十分方便 分段不需要翻身 完工后只需要做90度旋转后 就可以上船台 进行后续安装工作了 还有一种分类方式 是按照组装的方式 包括小分段组装法 和外板散装法两种 立体和半立体分段制造时 一般采用小分段组装法 将外板隔壁和甲板分别经过 中组装后成一个独立的小分段 再进行组装成分段 优点是小分段组装的定位时方便 安装精度容易控制 总体变形小 而对船尾布的L型 I型和封闭型立体分段 一般采用外板散装法进行装配 采用悬侧类骨 按照具中半宽形质定位 然后将外板单件贴装的方式 优点是分段制造所需的场地面积小 在外板曲率小 结构密度的部位安装相对方便 外板主焊缝和封底焊缝撕焊时 分段不需要翻身 生产管理方便 缺点是分段制造周期长 焊接方式由平焊变为垂直焊后 工时数上上升 高空作业量和脚手架工作量增加 半立体分段 外板散装时 由于肋骨自由端的安装和焊接 会产生位置偏差 有时会造成船台对接工作的困难 所以一般外板散装的施工方法 在首尾立体分段上采用的比较多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智能制造技术 越来越多的应用到了传播建造方面 这里面最主要的是焊接机器人的应用 目前传播结构焊接机器人 主要有吊蓝式焊接机器人 移动式焊接机器人 及龙门架式焊接机器人 焊接机器人在传播建造中的应用 将迅速提升我国传播装备技术和装备 推动我国传播行业的发展 提高我国传播行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迎接数字化互联网化智能化的智能造船时代的到来 以上就是我们这节课的学习内容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